在影片開始前 不要忘記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開啟全部通知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次影片喔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九頭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烏龜大小事要跟大家分享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哲歸如何過冬 上次拍這支影片是好幾年前的 今天用圖文的方式幫大家快速解說 上週跟大家分享了 入歸如何過冬 大家不要忘記去看看喔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 哲歸過冬有幾種方式 哲歸過冬的方式非常多種 今天影片著重在於過冬方式 跟大家分享最多人用的幾種 至於詳細的燈泡配置 可以點右上方連結欄位前去看看 大家可以依照各自的飾養環境 去選擇出最適合自己的過冬方式喔 賽台上的日燈加溫 這個過冬方式是九陶家 最常使用的過冬方式 可以看到卡卡就是這種過冬方式喔 我們在暗上放置一顆熱燈 讓他們需要曬燈的時候 自行上去曬燈 這種過冬方式會有一個溫差 就是暗上以及水下溫差 所以不建議太幼小的烏龜使用喔 整體的溫度提升 這個過冬方式跟剛剛的有點相似 差別在於燈具改成無光發熱燈 24小時對整體空氣溫度提升 這樣好處在於對水溫有些許提升效果 雖然幅度不大 但是可以減少烏龜入水的溫差 曬燈加上加溫棒 這個過冬方式就是最推薦給新手 並且飼養的是幼龜的 曬台上早上開啟一顆熱燈 然後在水中加上加溫棒 這樣基本上就是沒有溫差的一種過冬方式 不過使用這種方式要特別注意 加溫棒是否夠好 不然溫度失控是非常可怕的 再來就是加溫棒最好是有保護套的 不然龜龜很容易燙傷 或是一直去咬受傷 好啦以上就是折龜過冬方式的 超級濃作版本啦 可以快速讓大家知道想知道的內容 至於有興趣想知道更詳細的內容 可以點下方資訊欄位去看看喔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想有些影片不要忘記分享 並且訂閱也可以打開右上角的小鈴鐺 這樣會發布影片就會雙子喔 我們下次見掰掰 按讚 我們下次見 BY